过去古老的柴烧 因为它所烧成的时间 非常的长 而且它是用柴火 所以所花费的工时 精神能力都非常的多 坎坎而谈向大家说明 传统陶烧以及古老柴烧陶瓷的不同 光有没有看到 它会有那个 只要是有阴暗的 光就折出来了 折射 这种挥幼青子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说它很喜欢光 54岁的何志龙 曾在监所内创设陶一班 教导收容人制作生活陶 并且在经由他代售 补贴收容人的收入 曾经专研传统煤气窑烧20年 在学习传统财烧 却常常遇见瓶颈 在经费不足之余 妻子变卖了房屋 让他在东河乡北原村 建造自己设计的摇炉 那可以想象中三年我们可能烧过数千件的作品 那我们能够挑出所谓的真正的收藏品 五颗星的才有20件不到 所以确实在烧成的过程是很辛苦 疯狂迷恋桃烧的和志荣 突破了一般柴烧需花费72小时 温度高达千度的限制 它连续168个小时共是7天的时间 使温度在48小时从1100度攀升到1280度的高温 使得自然落灰落在淘气上 形成自然灰釉 而且完全不添加任何的矿物釉 才烧出翡翠色的焊桃 我第一次能够看到能够满佑的柴烧 我觉得真的蛮特殊的蛮难得的 我觉得这个蛮有受伤价值的 淘品附着的精亮体呈现绿色 深蓝色等等的色泽 有如人造玉 而这项突破让何志荣的名气大增 而让他更庆幸的就是 自己从古老柴烧制淘过程 研发自己想要制作的作品 更是让他的作品在一年内升值了三倍 东台新闻综合报导